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258集 陨落 在释放了蝗虫后 蝎黄竟身体猛地倒退 似要逃顿 直奔苍穹 白小纯正要去追 而显然从这蝎黄体内飞出的蝗虫 又与道臣曾经记忆里的不同 在白小纯的神识内 这些蝗虫任何一只 竟都有不弱的修为 尤其是速度极快 只是一个呼吸的世界 就轰然扩散 似乎具备某种奇异之力 好似与永恒仙玉的规则不同 竟无视空间的距离 似乎只要一飞 就可刹那临近任何一个修士 哪怕圣皇使徒出手 可却明显的 他的书法神通 竟被那些蝗虫直接穿透而过 围起关头 白小纯来不及多想 他右手猛地抬起 向着下方木然一按 第四神通以杀之法 周然展开 瞬间 这四周虚无扭曲 眨眼间扭曲的范围 就直接蔓延 覆盖了所有 蝗虫所在的区域 更是在这扭曲下 出现了引力 而随着引力的出现 这里的时间流速 也刹那就被改变 这些数不清的蝗虫 即便是无视永恒 仙玉规则之力 可在这时间引力的流速下 也依旧还是被影响 入眼可见的 他们的速度也都立刻缓慢下来 圣皇目光一宁 知道这些蝗虫若不驱除 必有后患 此刻在他们速度慢下来后 立刻出手 由圣皇出手 白小春不再参与 他身体一晃 速度立刻爆发 直奔苍穹中的蝗虫 追杀过去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 可蝗虫那里静也不慢 眼看短时间 似乎无法追上 白小春冷哼一声 右手抬起 猛得一挥 顿时 他前方虚无扭曲节 竟有一艘孤舟 木然的幻化出来 白小春一步踏上此周 深夜三开始 这孤舟爆发出超越 太古的极致速度 它正是宝山上的 那艘孤舟 此周速度之快 眨眼间 其呼啸声 久呼明整个世界 直接就追上了蝗虫 而因速度太快 掀起的风暴 也让蝗虫那里 灭色再变 想要闪躲时 白小春低吼了一声 身体从孤舟上 一跃而起 右手握拳的瞬间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尊 巨大的虚影 带着地关 穿着地袍 正是白小春的 不灭地拳之影 只不过 这身影的右手 是竹崽手臂 于是 这不灭地拳 就成了 不灭竹崽拳 没有半点迟疑 在修为与肉身的 全面爆发下 白小春一拳 轰杀过去 仿若天威 这一拳打出了白小春 如今战力的极致 无可抵抗 毁天灭地 轰鸣中 一个巨大的漩涡 直接在他面前卷出 好似一张大口 直奔 蝎黄吞噬过去 仅仅是掀气的风暴 就让蝎黄 这里全身颤抖 哪怕他的修为 比以前要强悍了不少 可面对白小春 这惊世的一拳 他依旧还是 无法抵挡 尤其是这一拳内 蕴含的主宰气息 更是锁定了 蝎黄的全部退路 谁的蝎黄 这里颤抖中 发出嘶吼咆哮 带着不甘心 带着疯狂 带着绝望 他口中传出复杂 难懂的咒语之声 身体内 更是散出大量的黑气 这些黑气 蒙得凝聚在一起 竟形成了一枚 黑色的钉子 白小春 你给我去死 蝎黄目中的愿毒强烈无比 在这钉子形成后 他的身体居然在这一刻枯萎 无数血肉 竟然被那钉子立刻吸收吞噬 整个身体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彻底的枯萎下来 最终更是完全消散 所有的血肉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修为的一切一切都成为了这钉子的养分 而这钉子在吸收了所有之后 竟不再是虚幻 而是变得好似真实存在 其上散出的诡异煞气 也随之通天而起 散出了对白小春而言 让他心惊肉条 出现生死感应的强烈危机 没有半点停顿 这钉子化作一道黑色流星 直奔白小春轰鸣而来 白小春灭色难看 这钉子的出现 他立刻就想起了先后眉心的那枚黑色钉子 他们除了气势上的不同外 看起来一模一样 他来不及多想 此刻低吼中 补灭猪仔拳 被他强行的再次提升 甚至其身后的虚影 除了猪仔手臂外 其他部分都已经虚幻 似乎与这钉子的原理一样 融合吸收其他部分 来催发更多的猪仔气息 使得白小春这一拳 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天战力 这一切的突变于应对 实际上都是瞬间发生 眨眼的功夫 白小春的不灭猪仔拳 就与这呼啸而来的钉子 直接就轰在了一起 巨像滔天回荡 轰隆隆的声音让世界颤抖 让苍穹似乎要崩溃 让大地都在震颤 这是太古战力的巅峰一击 无论是白小春 还是被逆凡加持之后的分身邪黄 无不都是站在了太古境界的最强境界 尤其是白小春这里 此刻数倍的爆发向 好似真正的猪仔之权 一击汗穷 只是 这钉子太过霸道 双方碰触的瞬间 就彼此不断的削弱与对抗 白小春的不灭猪仔拳 形成的巨大身影 远远一看 竟急速的崩溃瓦解 可那钉子上的诡异气息 也同样在飞速的减少 双方在这不断的轰击下 最终随着白小春的主宰之权 彻底崩溃 那钉子也不再是黑色 而是成为了灰色 看似一无余力 可就在这时 在这灰色的钉子上 忽然浮显出 邪黄猙獰的面孔 竟是他最后一丝残念 此刻再次爆发 使得这钉子速度飞跃 直奔白小春 眉心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使得四周所有关注之人 无不惊呼 但白小春性格稳妥 之前在看到黑色钉子时 他就已经做好了 最坏的准备 此刻 就在这钉子到来的瞬间 一道无光 从白小春身体内 散发出来 鬼闻锅 直接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咚的一声 与那黑色钉子碰触到了一起 鬼闻锅振颤 虽重新化作无光 融入白小春体内 可却成功的阻挡了那钉子的去世 其上 邪黄的最后一丝残念 带着的不甘于气候 正要逃顿 却被白小春右手抬起 一把就将这个灰色的钉子 抓在了手中 没有半点吃意 白小春目中露出狠辣 时时骤然散开 将这灰色的钉子上 斜黄的残念 瞬间就抹去 随着抹去 他的耳边 好似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渐渐的烟消云散 至于下方的那些蝗虫 也在白小春的引杀区域 减缓流速后 被圣皇全部抹去 此刻 圣皇也灭色凝重 一晃之下 到了白小春身边 看向白小春手中 那枚灰色的钉子 这钉子完全是血肉凝聚出来 散发出惊人的生机 甚至这生机之强 都堪比一位太古的全部 在白小春手中 似要挣扎 可却随着白小春神识的扫顾 抹去了所有的念头后 最终变成了白色 一动不动了 白小春将这钉子收起 目光与圣皇对望 都看出了彼此的忧虑 同时抬头 看向苍穹上 那巨大的 捉盖了半个天空的头颅 与此同时 邪皇城此刻残存的众人 一个个也都沉默茫然 相比于他们 邪皇城的那些天尊 一个个深吸口气 纷纷飞起 靠近白小春 立刻败戒 更是将巨鬼王也送了过来 巨鬼王虽昏迷 可却无碍 这一点 白小春之前就知晓 甚至他也早就在到来时 暗中在巨鬼王那里 散出了一缕神念守护 白剑魁皇 白戒圣皇 他们的白戒 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态度 邪皇出了问题 邪皇朝也将不复存在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无论是白小春 还是圣皇 都会彼此抢夺一番 可如今他们都没有了心情 通天道人哪 白小春忽然问道 他之前神识扫过 没有在西荒城内 看到通天道人 此刻随着开口 那几个天尊沉默片刻 袁妖子 第一声禀告 魁皇 通天道人 已经失踪了很久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白小春眉头皱起 正要继续发问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一声好似开天匹地 仿佛在永恒仙雨上 从来没有过的巨象 诸然间 从天空上猛烈的传来 回荡整个永恒仙雨 所有大陆 随着巨象而来的 则是浓郁到极致 允含了无穷死亡与毁灭 仿佛整个星空的 黑暗源头般的邪恶气息 周然降临 白小春与圣黄 以及整个永恒仙雨的 所有人都灭色大变 齐齐抬头时 他们看到了 在那苍穹上 逆繁巨大的头颅 其闭着的双眼 居然又动了一下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